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選了委員會改變提名委員會 他就可以抱住不讓票理 於是沒有人可以交票 保證泛民只有一個人出來選 那個人是民主黨的 而且很大機會是何俊仁 而那個人還可以跟中共聊天 即是不需要暑暑 不如泛民不要入圍 白宮淪陷 單身大急救謝拉不拿 連同謝西加貝爾 奧馬花曼 加芙蓮涉達宗師 心情呈獻 英超友情人 8月29日 踢出真情 字幕視頻 視像角度世界大堂 歡迎收看三粒花生素 我是姓氏醫生 繼續有Janice 和筆華其一筆生 我回來了 你在哪裡回來了 我在日本 東京 超熱的 嘩 熱得爆 我覺得我一出門 身體已經溶了一半 你去玩還是去做事 做事 做甚麼 我真正玩的日子是天天 做事 不要說 去東京 不過其實去過這麼多次都沒所謂 我覺得就算做事 你有時去東京這些地方都挺開心 就算沒甚麼事做 你都覺得挺開心 挺端的 日本現在給我的感覺是 比香港進步 為甚麼 我覺得連空氣都進步 由空氣開始已經進步過香港 我就覺得很多經常被蚊咬 是嗎 是 你做甚麼 你覺得它除草 我發覺 我去完日本回來香港 我發覺我的腳多了很多蚊 不知道在日本的時候 甚麼時候被蚊咬了 自己不知道 但因為真的太熱 你其實已經是沒有感覺 我沒有試過在這個時候去日本 你不停在外面嗎 對 很多時候在外面 我沒有試過去日本是這麼熱的 通常都會覺得是涼涼的 我好像沒有暑假去日本 你有沒有試過暑假去日本 你有沒有試過暑假去日本 好像沒有 我都是冷天空氣 因為當時是秋 秋天 冬天 春天 真的七八月好像沒試過 我今次去完之後我就發誓 以後不會再七八月去日本 因為我覺得是一件苦的 熱過香港那種 對 而且你真的沒有心機去逛街 我最後那天有些自由活動時間 我逛了兩個小時 我已經 是否因為撞音打風 我猜疑 那些低吵吵吵吵吵 但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醫生你之前不是說過 去日本很喜歡去代官差 對 然後我今次也去了代官差 因為那裡有一些Vintage的店 應該知道 但那裡是很浪費 因為它是沒有傘 沒有鹽 然後我是曬到 我原本在出門口的時候 打算記住要帶一把傘 突然變得很師奶 要防曬 你知道我們 然後我又忘記了 但終於也受不了 都要去便利店買一把傘 然後要像師奶一樣 一邊擔著一邊走 因為真的太熱了 但OK的 那邊其實我代高山挺好走的 對 如果不是那麼熱的話 我在那裡買了一把傘 我一直用到現在幾年了 然後我都 沒有不見 對 我走到那邊 即是不見到那邊 但我死都提起自己 無論如何都要拿回 如果那把傘是貴的話 我覺得你不會不見 而且真的很喜歡 而且一拿起來就記得 它是在代官山買的 但那邊有很多藍莊 代官山 我也很久沒有走過代官山 原來現在不流行 現在應該多了些店 是嗎 我聽我日本的朋友說 原本代官山有個地方是流行的 現在那個地方就開始 四四地 那些店舖就開始開了 都是代官山的另一邊 那邊就會多一些潮店 那我今次 只是有時間去走走那些 那些店舖 因為我每次去日本 都一定會去看 因為我很喜歡買二手東西 那我會買了 買了一點點東西 有沒有一個高日圓紙 沒有 高日圓紙有很多二手東西買 就是三的那些 是不是在銀座的 我不知道正在哪 就是有個站 只叫高日圓紙 它就是日圓紙 我有去過 但是我迷路 去到那裡 因為又是現在流行買 一些品牌 因為每一條街都一樣 然後你問路 那些人又不會搞 日本那些時候都會這樣 所以我就迷失 真的迷失東京 上次去到那裡 不過OK啊 就說短日圓 然後Mak 你去了緬甸 是啊 其實你不是說真的嗎 我到現在都不可以相信 我不明白為何去緬甸 因為你那些 Facebook那些照片很假 你去了玩 而且我覺得很搞笑 你去東京 就無緣無故很熱 但他去緬甸 他就說不是很熱 真的不很熱 緬甸我經常覺得 是一個很熱的地方 因為是下雨季 但我很幸運 看東西那時候 剛好也沒有下雨 就是我在室內才下雨 那太陽就偶爾會有 但又不是很曬 就是二十度尾 即是可以接受 但他們都說 夏天最熱可以去到四十度 四十度 我剛好幸運沒有 下雨就差很遠 那你就去一些廟 會不會再去 還是去一次就夠了 那一個城市去一次就夠了 即是去附近還有其他人 是 是 我有聽上個星期 你們兩個做過的節目 沒有說你說話 我知道 我有聽到你說 因為你說你知道我會聽 算你吧 真的想說回 沒什麼 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背景 不如先說一周二十度 都可以 說一周二十度 好啊 先說一周二十度 上個星期我不在 Mac就擅自選了男裝 哈哈 原來有不成民規定 這個星期我回來 我已經選二了 我在街上看到這張海報已經很喜歡 已經出了嗎 出了嗎 出了 在哪裏可以見到 周圍都有 即是星期六日銀行 其實是演唱會還是唱片 好像說 我聽她的訪問說 她的就這樣 Hash Shot那個是演唱會 但後期第二批出才是全新的 但我不知道全新的那個 不是CD的 應該剛剛出的就是CD 是不是 應該這兩輯相都是演唱會 循例都逐個逐個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李嘉欣 第二個是容祖兒 第三個是張子儀 第四個是Andrea Baby 第五個是Janice Mann 我等一下把她們兩個放在一起 因為我看 《娛樂新聞》說她們兩個不和 哦 是嗎 剛巧是同場出現 所以我把她們放在一起 比拼一條裙子 對 比拼一條裙子 六號是Juno 他旁邊的應該是Zombie Boy 即是一個模特兒 哦 是嗎 現在香港跟她拍MV 哦 是的 大家可以投選自己喜歡的衣著 我剛才略略看過這個討論區 現在應該是四號大熱 四號大熱 我即是Andrea Baby 我覺得很條裙子 另外上一集 《最佳衣著》的勝出者 就是Marvis Soll 我會有專人去通知他 《獎品暫時未知道》 《馬戲嘉倫金月》 哦 OK OK 讀一讀他寫什麼 因為超級用心寫的 他就是投張敬軒那套衣服 記得嗎 記得 唯一一套比較見給人的 《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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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男士穿西裝容易一色一樣 尤其是黑色》 《而且一個普遍被人定型為 不夠man的男歌星》 忽然間如果打扮得很成熟 形格和老跡只是一線之差 看看背景和衣服 《淺藍色》明顯是要配合一個隆重的活動 西裝是首選 西裝本身可以增加張敬軒的男人味 但藍色同時又是硬一點的顏色 所以一來顯得有活力 又不會太過成熟、太過老套 二來又可以表現他自己有過性 因為相信藍色西裝比黑色西裝 不是人人有夠膽穿的 他個人最欣賞他 利用藍色的深淺 contrast 去配合布袋和衣服 另外整套西裝的藍色 好像不只是死藍色 而是有些很濕淡的閃閃的效果 總之整體覺得配合場地之外 又覺得很突出 又不算太過老跡 他唯一是覺得 其實咖啡色的皮鞋 會不會比黑色更加配合呢 對於那套衣服來說 因為他留意到他的頭 染了一點點咖啡 很用心 對呀,這麼用心 一定要送 整天文很厲害 他一這樣寫 立即留言說 嘩,你不能輸了 我啦 即是已經一早內容了 好了,這個星期 希望大家都用心 寫完為什麼喜歡 或者為什麼不喜歡 我現在都略略看到 這個群組 就是PX3 這個群組 已經有人開始寫他的論文了 論文 對呀 好啦,醫生說完一週一日 我就開始說 其實我上個星期 在我不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很想說 我們特地留給你 對呀,特地留給我 首先要說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美國的牌子 我不知道阿密應該聽過 醫生有沒有聽過 3.1 有 有 我不認識很多牌子 我問你買過那件衣服 對呀 對不起,我忘記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除了我很喜歡的Alexander Wang 之外 她是另一個華裔的設計師 也是我自己 有沒有那麼英俊的 OK的 但當然沒有A Wang那麼英俊 她是華裔 她是不是華裔 她好像是 這不應該姓林 是嗎 如果我知道沒錯 她應該是 我再重複查一下 如果有網民 大家知道可以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她也算是近年 你覺得她的設計和A Wang 都有點像 但A Wang 即是有點蝕味 簡單一點 她的蝕味重很多 但我反而覺得A Wang 再簡單一點 她的設計比較出一點 她就會有些圖案 其實為什麼我會 這三張照片是什麼事呢 就是她最近和 美國有一個 我應該怎樣形容Target 一個很大的百貨 其實她什麼都可以賣 但香港有沒有類似 是不是這樣的 是啊 這張照片拍得不太漂亮 會有點帥氣 香港是沒有一樣東西 像Target 因為她的目標是 真的什麼都可以賣 你進去買 日常用品有 就是薯具 人家的服務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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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賣 就是一個很大的 什麼都可以賣的地方 她最近就跟這間Target 做了一個工作 為什麼我會說 因為我覺得 以工作到來講 真的很漂亮 對嗎 因為你知道通常 這個工作到來講 價錢會便宜一點 其實他現在說你看到那些衣服,是有男裝的,但因為我自己的個人意見,我選了女裝,不好意思 我完結了節目之後可以發給大家看的男裝 如果衣服,其實是由20元至300元美金左右 但我可能給大家一個記憶,平時他自己的主線的衣服 我想你如可能一件衣服都差不多 其實很多人都說Philip Lim近幾年的東西開始貴了 你覺得是嗎?很多人都這樣說,因為以前他的東西是比較貴得來 其實他的價錢是比較偏便宜的,但現在他好像已經沒有了這個優勢 現在好像那些東西是漂亮,但你又不會覺得它特別便宜 是啊,沒有了,沒有說你覺得 上次我買的那件白色的衣服 原價之前表達到2400元美金左右 要那麼貴 大減價後才變成1600元美金左右 可能因為他越來越多人穿,是不是? 也是,或者名字越來越大 那沒辦法了,他越來越出名就越來越貴了 A1有沒有越來越貴呢? A1一向都很貴 我通常只是買他的優勢而已 如果我真的買,我沒有錢買他的優惠 T-Buy,T-Buy的優惠 Under一千元 是啊,所以我會買那些 對了,顧著在那邊閒聊 這個系列在香港沒得買的,Sorry Target的網站沒得買呢? Target的網站沒得買,但我不知道會不會賣來香港 那他應該就只在店鋪和網頁有得賣 那9月15日就會開始了 但他有趣的是,因為Target除了一間生物百貨 其實他賣的衣服是很便宜的 是啊,是啊 即是他賣的,真是說一家大小的 我對衣服沒有要求的,我隨便買一些衣服 買一些底衣服,你才會去那裡買 哦,是嗎? 但現在他就想補充到Target是有型的 所以整件事就好像有 即是Belenlo那樣 衰過了,一定衰過 是啊,我想也是 香港很難找到一個 你當像日本城有衣服買那樣 是啊,我認得很好啊,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其實整件事 十元店有的,真的 其實他的衣服是很便宜的 你一定不會買的 即是你對衣服有要求的人不會進去買 所以整件事都挺有趣的 你進了一間很不是買衣服 和很不有型的東西 但他現在賣一些很有型的東西 但你只這樣看他notebook的照片 其實你都覺得很漂亮的 我覺得這條,不是這條 這條,那邊,這個 最那邊那件美的 就是Matthew遮住那件 其實他男裝也漂亮的 是啊,我有看過男裝,其實不錯 如果大家有朋友在美國,可以叫他們代舊 對,幫忙買,或者上去網上看看 那今天的Backdrop就是這樣 然後就先說說新聞 我先說,好嗎 我們今天有一首 其實這則新聞,我看到蘋果日報也有報道 哦,是嗎 但我覺得他說得不夠深入 哦,是嗎 糟了,我挑戰蘋果日報 那我就想用一個深入一點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馬上好緊張 那我先看看那張照片 大家認得出Lady Gaga 那右手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在哪位 我就這樣看,我不知道的 但因為我看到你貼上去的時候 我知道是Perez Hilton 是啊,Perez Hilton 醫生應該有沒有聽過 這個醫生應該不知道 所以是Hilton家族嗎 不是,他耍她的名字 是啊,其實我看到蘋果日報也有說這件新聞 我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們慢慢開始說起 是啊,其實這個Perez Hilton 其實他是一個在美國的 娛樂新聞網頁的一個Blogger 哦,但他是出名的 經常都串人、嘩苦人 是啊,他的網頁主要就是報道一些 可能美國的娛樂新聞 但他特別的地方,就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他說話很賤 第二,就是他會在那些照片上畫東西 即會加自己的Caption 譬如如果他是香港人 譬如他看到Andrea Baby和Janice Man 在同一張照片上拍了一張合照 他就會加自己的Caption 可能就會看Andrea Baby旁邊寫 我真的很討厭你 然後Janice Man 他就會寫Janice Man在旁邊說 我也是那些 他就是當年因為這個比較特別的風格而紅了 還有他真的寫得很噁心的 他是像在找小畫家手寫那些 他不是做得漂亮的 是一些字是很噁心的 這個也是他一個 但好笑的 好笑的 好笑的 很噁心的 對,很噁心的 即是我自己也有看他的網頁 其實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他因為做了這個網頁之後 就紅了 所以其實他很多次和很多明星都朋友了 因為可能很多時候會聘請他去派對 然後可能他有 我想他一個人本身也是喜歡跟別人 很社交 對,很社交 所以其實他中間都認識了很多明星 其實前幾年他和Laylee交友都很朋友 例如你看這張照片 我都看到他們兩個 對,嘴巴 對,嘴巴 很熟 今天我會拿出來說 就是最近他們兩個吵架 哦,這個是舊照片 對,這個是舊照片 對,這個是舊照片 喊什麼 喊什麼 喊什麼呢 其實他們的喊架是由今年年頭已經開始 其實原本好像很朋友 但無緣無故前陣開了一個巡迴演唱會 因為他好像弄傷了自己 那他就沒辦法解釋了一個地方的巡迴演唱會 對,所以他沒有出來一派 對,當時Paris Hilton 即是他作為一個朋友 應該慰問一下他 喊你有沒有事 喊,不是 他發了一張照片 是Lady Gaga坐在一張輪椅上 然後他上面就寫了Karma兩個字 就是那些叫什麼 業 即是做業 那些叫什麼呢 報應 他就寫了報應 兩個字這樣給Lady Gaga 那沒有人知道 那為什麼人會知道 他發了這張照片給Lady Gaga 是因為Lady Gaga 在Twitter那裡 寫了出來說 Paris Hilton今天寫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給我上面寫著報應 兩個字這樣 那就是由那時候開始 大家感覺到好像 咦,他們兩個還是不是朋友 但有沒有人說得出那件事 究竟是什麼事 說他有報應 沒有人說得出 他只是 是否當作玩 不知道 可能這是他另類的慰問方法 不知道 那大家都沒有理 那到最近 他們真的吵架是什麼事 就是 Lady Gaga 又在去 你知道他長期不在美國 長期在周圍開演唱會 那他在開演唱會的時候 有粉絲就報料給他聽 就說 喂,Lady Gaga 我看到這個Paris Hilton 在你紐約的家庭附近 好像不知道想做些什麼 鬼鬼祟祟 對,在那裡出現 那晚上 那Lady Gaga 那Lady Gaga 就真的找了 問了他們 就是他 那些安全 然後真的發現 呃,Paris Hilton 真的來過 然後 Lady Gaga 就在她的Twitter上 很激動地說 Paris Hilton 你不要再跟蹤我了 你不要 特地想和我住同一個地方 來跟蹤我 你是變態的 就是他真的在她的Twitter上 那裡 然後大家應該很爆 那美國那些 TMC 那些八卦新聞 八卦雜誌 應該有 有研究到 背後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真的生氣 那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生氣 但是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Paris Hilton 因為Lady Gaga 公開地說 那他又忍不住 他又出了一個聲明 說 不是啊 因為我想搬去紐約 那我就去看看房子 那我的地產經紀 帶了我去那裡 我也不知道 但是沒有串她的 那一下 那一下沒有串她的 那好像這件事就完結了 是啊是啊 然後我呢 其實有追蹤Paris Hilton的Facebook 然後我就發現 他最近 自從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他就不停地 去投資Lady Gaga的負面新聞 譬如有一天 他就投資了一張照片 在英國的iTunes榜 然後就投資了 哦 Lady Gaga的新歌 的下載率又下跌了 你明白嗎 那這些就是有仇 是啊 那你就覺得 一個男人 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些事情 即是自由追擊他 是啊 那當然這件事還未完 因為剛剛發生 那兩邊的人 就在那不停地罵 不停地說 那我今天下午 跟同事談開這件事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們可能是 cross promoting 但是我覺得這些階段 不需要 是啊 我也覺得 去到他的地位 其實他都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 挺好笑 我覺得好笑的事情 是現在的人 已經是 不會面對面 吵架 不是 很久了 就算是 我覺得 你兩個都是名人 就算真的不喜歡 大家都不會放在 一個這麼公開的地方 告訴大家 即是你想想香港 經常說誰跟誰不對 有多好 會真的讓你看到 他們兩個馬戰 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幾 不是我們組織就會 哈哈哈哈 演例圈兆一點 可能他們想放在 社交媒體上 可以有些粉絲 一起出來攻擊他們 撐他們 收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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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想知道他們背後 究竟是怎樣踩出他們的尾巴 是啊 曾經有聲音 應該肯定是很無聊的事情 可能弄傷都和大家有關 是啊 是啊 我不知道啊 你說得對 我繼續密切留意 他們的友情變化性 那我今天就帶了這一則 很有花生感覺的微新聞 好啊 那我看看阿Mac今天的微新聞 說什麼 我這一則就沒有那麼花生 沒有那麼花生啊 是少數我想說一些很輕微碰到運動元素的東西 運動元素 在我們這個節目裡 噢 這個 這個 是一個藍球 大家都看到 藍色的藍球 藍色的藍球 這個顏色其實很特別 因為正常那些 藍球是 紅紅的 啡啡的 那這個藍球 什麼那麼特別呢 為什麼要說呢 你們看不看到上面的logo 是寫著什麼 我因為本身已經知道這則新聞 對 我明白我怎麼都要假裝的 你好像是一個H 哈哈 很好奇啊 醫生 那是啦 就是因為 是真的嘛 這則新聞 真的會出的 是啊 那AIRMS 其實出了這個 全皮製的籃球 那 拿出來賣 其實他們本身都 有時候出一些無聊的東西 但是如果真的說一個球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Chanel會比較多 Chanel會出過一些不同球類的東西 但是說他們 因為始終買他們的東西的人 都是說一些上年紀 或者一些 好 怎樣說呢 我想是真的追求那時候 追求一些高級品味的嘛 就是不會買一些 很優雅的 不會買一些跟運動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無端出了一個籃球 也挺搞笑的 但是那些人當然說的東西 除了一個顏色 或者他們出籃球之外的價錢 嗯 那他在說他賣多少錢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價錢 我沒有的 我們猜一下賣多少錢 我記得好像很貴了 是很貴 等一下想想 但是他一個袋 都整十萬元 是啊 其實用的皮不少 那如果十分一 我想都起碼要兩三萬元 是吧 港幣 你猜吧 我覺得都差不多 是吧 我猜都是猜 差不多 但是 是五萬三元 美金 那又買了一個袋 是啊 所以我不知道 有什麼人會買 但是一定會有人買 有些人原副的 買來 是啊 真是 沒有一些油黃 就是 我開始覺得 雖然也都是 我們說的 例如剛才那件事 你會覺得 可能他不需要宣傳 但是你也會覺得 有機會是宣傳的 現在這些 我經常覺得 你出這些產品 會不會是這樣曲線賣廣告 你有沒有說什麼 如果你正常 他們平時 你不會特別留意 他們出了什麼新的 是啊 但是你突然出了這件事 有很多人說 那是類似的免費廣告 是 其實是想推廣自己的 就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但是你可能會想 人家都賺那麼多錢 不需要這些廣告 但是我覺得 可能是保持著 有些新的發生 而不是經常出外 我出了一個新式的 Burken 是啊 這些都是形象工程 你一看 你不覺得他有活力 然後是 有些新花款 是啊 不會是 經常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會試一下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感覺都差一點 瘋了 十幾萬一個籃球 但是有人買的 我覺得 我想你全季NBA 看完第一行 都不用十幾萬 是嗎 那些通常是多少錢 那你不是幾千塊 一張票 但他只是出一個顏色 而已 上網流出來的照片 就是一個顏色 其實挺漂亮的 如果他出原本籃球的顏色 就應該沒有買 是啊 我覺得他應該出橙色 他自己的顏色 他自己的橙色 反而應該更多人買 因為其實他如果真的原副心理 我覺得他會選藍色 那他的顏色 就沒有突出了 是啊 你反而選一些鮮色 鮮色 再深色的顏色 然後H的顏色 可能更大 也是啊 那你又可以再賣貴幾萬元 可能20萬 那些人都會買 我覺得不出奇 是啊 這件事就是 我的微新聞 你的微新聞 那今天我們依先生 我們會有個主題 對 我們有個主題 我們就是大院有樂上身 所以會說一些舊東西 什麼大院有樂 隔壁台有個節目 說一些舊東西 就是舊的香港風情 叫大院有樂 今次花生Show 都大院有樂上身 不過我們看這個廣告 回來才開始 好 好 有些技巧 導師和你分享創作的流程和要決 並設有錄音實習 讓你自由發揮創意 有了這些技巧 就算不是做節目 都可以吸引別人的耳朵和視線 報名及查詢 請打292-7816 或者留意謎謎香港網頁 還去大型補習社上課? 萬人之師教的東西 等於萬多人都會 重點算是出眾的技巧 中文名詩趙善軒博士創辦的趙博教室 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 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 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Facebook專頁 畫電3428-5444查詢 一定要告訴這班黑勢力聽 背後操控這班人聽 告訴梁姐姐姐我們一定不會害怕你的 因為最終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拿回我們自己的香港 這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採取的態度 通向環球時事之門 真正言論門常開 逢星期一晚10點 劉翁隨意門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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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